look up 就是這個 在這裡面 好 那再來 第三個問題 他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 你這個對照表裡面呢 你查回來的要是第幾欄 就是那個對照表裡面的第幾欄 那特別注意哦 V-RU函數的特性哦 他一定是查第一欄 他絕對不會查第二欄 或第三欄 就是不能查別欄 這也是他的缺點 所以以後怎麼辦呢 如果你的東西不在第一欄怎麼辦 以前就只要 只能這樣 把你要查那欄 搬到第一欄 那其實好像有點 這叫 有一個成語叫什麼 雀逐侍侶哦 就是為了要 為了要穿那個鞋 為了要穿那個鞋 你把你的腳 那 所以 他是有他的缺點 但是他又很好用 每天都要 所以怎麼辦 好 那知道這個特性就好了 那他是放在第幾欄 第二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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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的名字 那 比對方式呢 如果0的話 是要完全比對 所以完全比對 就一定要是008 如果你給一個009的話 他就會出現 NA 就是 Nots Available 就是找不到東西的意思啦 然後 那我們用完全比對 按確定 那其他欄的話呢 很簡單 複製一下 把這個公式 其實乾脆講 把這個C C鎖起來好了 然後按打勾啦 其實底下就向下填滿 不就好了 因為他自動會去找其他欄 沒有 OK 沒關係 這個地方把它改一下 第三欄 打勾 第三欄應該要總銷量 第四欄 就是他的那個名次 第五欄的話 就是他的那個 業務水準 好 這樣 一樣 OK 好 有沒有 那當然我講過啦 這個 Lookout 最後這個數字 我把它改成0的話 一定要是一模一樣 如果你打009的話 Enter 就會出現什麼 NA 有沒有 就叫 Not Available 所以這邊的話呢 特別注意 如果你這邊改成1的話 他就不會 Nada Available 他會找 4 找008的 OK 找接近的 所以這個數字的話 意思就是說 你要不要找一模一樣的 如果你改成1的話 他就不會 Nada Available OK 好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那另外 也可以試試看 我剛剛講過 因為 V2函數缺點就是只能夠找 第一欄 第一欄以外的欄不能找 所以一般如果你要找其他欄 還可以用另外兩個函數搭配 叫做Match 加Index 可是 兩個函數對一般來說就很頭痛 而且Match跟Index 觀念其實都差不多啦 可是 複雜度呢 又比 這個又更高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V2函數 等於是把Lookup 然後改成用V1來做 那甚至你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如果有用過那個Match跟Index同學 不妨可以踹踹看 其實它的函數特性都一樣 你看那個上面的說明 或者是 如果你不會沒關係 把它看一下 應該就知道 該怎麼做了 甚至有興趣同學 如果動作快一點 甚至可以把那個 剛剛那個什麼 我剛剛講那個篩選 你可以用錄字聚齊的方法 看有沒有辦法 在這邊 自動的用篩選 把東西帶過來 這好像難度就更高了 這個 這個恐怕要一點時間 或者用VBA來做 各位 那也可以啊 如果你這邊 不用那個 這些函數來做 用VBA幫你查資料 各位 可以啊 往下找找找找找 找到了 就把資料帶過來 那 也可不可以啊 試試看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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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